《非歡離合之》 雙思了 是由李安球監製 五位榮編導 岑海倫原著 楊軟微改編 夏雲妍錄音 並且由楊麗仙 鍾偉銘 蔡雅閣 車心梅 姚秀玲 丁欣 溫泉 何錦華 譚翠蓮等聯合播演 雙思了第三回 現在開始 極死了 叫他走 他真的走了 孟宇 幹甚麼?這麼懶惰? 方晶晶 怎麼樣?下午有沒有事 我們去玩一下好不好 我沒空 為甚麼?有約? 是啊 約了誰?廖相思? 是啊 說謊 他根本不能陪你 你怎麼知道 雙思不能陪我 你在後面偷聽我跟雙思說話 是不是? 我問你 你就要快點回答我 知道嗎? 你幹甚麼? 你弄得我的手很痛 不用在這裡演戲 鬼鬼祟祟的 你一定在偷聽我說話 你這樣做 不覺得自己很卑鄙嗎? 我又不是故意偷聽的 不過我剛好經過 聽到一點點而已 這麼巧? 你可以不相信 人家不陪你 就找我來出氣 這就怪你自己多事了 是啊 雙思不能陪我 那又怎麼樣? 關你甚麼事? 要不想你來理你 難道我關心你也不行嗎 謝謝, 我不用你這麼好心 那我不說 我們再說別的 反正你有空 我們去看一場戲好不好 不去 那打桌球 你最喜歡的了 都不去 我哪兒都不去 只要你不要在我身邊 哀哀嗦嗦的煩著我就行了 你… 麻煩你走 我叫你走 這裡是學校 你有甚麼權利趕我走 好 你不走, 我走 別走 我現在得罪了你嗎? 你為甚麼要這樣對我 我問你 我有哪一件事不及得上司 你為甚麼要這麼討厭我 為甚麼? 因為所有的女人 都這麼討厭 你為甚麼要這麼討厭我 包括療傷師 不關你事 鰻魚… 這樣也有的, 氣死我了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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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親手沖了一杯靚茶給你享受一下 謝謝… 你在新加坡那邊 一定沒有這樣的享受 當然沒有啦 公事已經這麼忙了 連休息時間也沒有 哪有閒情去喝茶呢 是嗎? 回到屋裡幾一杯在手 真是最好的享受 師長 你有個好太太 有個溫暖的家 所以你才可以這樣說 我不是啦 我去哪兒都是一樣的 你都可以做得到的 快快去娶個好老婆 再組一個溫暖的家庭 也不行啦 你說得輕鬆而已 做起來就不是那麼簡單 有心就不難 對了, 英靈 有對象沒有? 還沒有 沒有? 我說跟她介紹的了 她又說要等下 是嗎?等甚麼? 我想先搞好生意 你的生意已經發展得很好 她又想在香港發展 是嗎? 那也好 對了, 預備搞甚麼生意?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才決定 最近香港的經濟情況這樣 如果現在才開始在這裡搞生意 會不會有問題? 不會的 你不要讓其他因素影響你 雖然經濟上是有點不穩定 但是不會說沒得做的 做生意的事 大有大做, 小有小做 況且你在英國、美國那邊 都有生意搞開的了 幾方面打通來做 應該更加沒問題 那倒是 對了 你心目中有甚麼想做的? 我看地產目前就玩不過了 或者搞廣告公司 你認為怎麼樣? 好啊, 可以有發展的 而且差不多任何商品都需要經理地 做得過做得過 好啊, 不過這樣 你自己對這方面熟不熟嗎? 靠人就不行的 自己生意一定 肯定是可以做的 讀大學的時候 我收過一些校外課程 其中也有些關於廣告這方面 所以我都知道多少 而且我有個好朋友在廣告公司做了很多年 我可以找他幫幫我 那就最好了 找人約出來大家一起聊聊 好啊 是啊, 等約到別人再聊 你們兩個都是這樣的 一說到生意的事就不會收口 都不怕悶到我和相思 是啊, 真是疏忽了這點 對不起, 四姨 四姨被我患習慣了 你看, 相師傅被我悶到真是真 看一看, 說話都不說一句 相思, 怎麼樣? 真的很悶嗎? 不是, 我不是很悶 不過你們聊生意, 我也不懂 那就不出聲了 爸爸, 你坐這麼久的飛機當然很累 不如先休息一下 否則今天又要出去, 你不夠精神 是啊, 四姨長, 相思說得對 你先進去休息一下 本來聊得這麼開心 我也不覺得累 現在你們一提起, 我真的想休息一下 當然了, 你以為你現在還年輕 還很有活力嗎? 來, 陪你進房間休息一下 好 英靈, 今晚吃飯的時候再跟你聊 好 走吧 行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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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說沒有? 好嗎? 你瞞我不了 其實你一放學回來的時候 我就已經覺得你很悶 是不是為了四姨, 一定要你回來 所以你不太開心了 不是 說不是? 如果不是, 到底為了甚麼事 可不可以告訴我 其實…其實我沒事的 不過…今早在學校 跟同學說了幾句 所以有點不開心 原來為了這麼小事, 是不是? 真是傻女 同學之間 不會有甚麼深仇大恨的 是嗎? 說幾句算了甚麼事 只要你們肯互相諒解 坦誠地說一聲對不起 那就沒事了 只怕我肯說, 但他也不肯接受 你們是不是很好朋友 是呀 是嗎? 你不用擔心 既然是好朋友 他一定會很珍惜這份友情 說不定他現在跟你一樣 為了今天早上的事不安樂 很想跟你說一聲對不起 其實只要他不再生我 就算要我向他說一百句對不起 我也甘心情願 聽你這麼說 這個朋友對你很重要 我們感情很好 我不想生一個好朋友 那倒是呀, 你放心 你對你的朋友這麼誠懇, 這麼重視 他一定會跟你和好如瘡 是呀 你現在打個電話給他 現在打電話給他 是呀 這個時候, 他可能不在家裡 如果這樣就等星期一 你們一定會在學校見面 如果你是心急又不介意的 你可以明天去他家裡找他 那就更加有誠意了 是呀?好, 明天去找他 那現在不要想太多了 開心點 要不然 今晚就輪到你悶到我們了 表哥 原來你不單是個好爸爸 還有個好醫生 為甚麼? 跟你聊了一會兒 我也沒那麼悶 那你說, 你是不是一個好醫生? 如果這樣 以後你有甚麼不開心的事 就馬上來找我這個醫生 不要放在心裡, 知道嗎? 當然知道 你這個醫生這麼好又是免費的 我不找你還找誰? 只找我沒用的 還要相信我, 聽我說話才行 行了, 我會好聽你說的 好, 那我就一生一世都做你的義務心理醫生 你隨時可以來找我 謝謝 謝謝 來了…是誰? 是我呀, 甘姐 甘姐 廖小姐, 原來是你 請進來坐吧 好呀, 謝謝 廖小姐, 隨便坐吧 我去倒茶吧 不用了…甘姐 我想見一下孟宇 他是不是在這裡? 少爺, 他早就出去了 你們是不是預先約好? 不是, 我臨時決定來的 難怪, 你早點來就好 他昨天經常發脾氣 今天也是這樣 他心情很差 他現在去了哪裡? 我不知道 那…他有沒有說話 大概什麼時候回來? 沒有呀… 是呀, 廖小姐, 你是不是有重要事找他? 甘姐, 我可不可以在這裡等他回來? 當然可以 你坐一會兒, 我進去做點心給你吃 你一邊吃一邊等少爺回來 好呀, 謝謝你, 甘姐 謝謝 廖小姐, 少爺回來了 孟宇, 回來了 來了? 是呀, 少爺, 廖小姐 他今天早就來了 早就等了你整天 行了… 別這麼煩, 好不好? 沒有你的事, 回去工作 好呀 你們來幹什麼? 孟宇, 花了一整天的時間來等我 今天不用陪表哥 不用陪爸爸, 不用陪媽媽 孟宇, 你…你不要這樣 我今天來是向你道歉的 現在才來道歉有什麼用? 我已經悶了兩天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昨天我沒有陪你 令你很不開心 但是我是逼於無奈的 我自己也不想的 你很應該明白我的 我不明白 孟宇, 我求求你 看來我等了你一天的誠意份上 你不要再生我了 我答應你 以後都不會有同樣的事發生了 你可保證嗎? 我…我盡量 不過我不可以完全不理我爸爸媽媽的 那豈不是只有一個說字 你心裡 永遠只有你的親人在這兒 不是啦, 正如你這樣 如果你爸爸媽媽 要你為他們做些事, 你可不可以… 閉嘴, 你… 不用說這麼多話 我警告你 以後不准你再提醒他們 孟宇, 你… 說什麼?不認識我嗎? 不是, 孟宇 這次你原諒我, 好不好? 原諒你? 好, 我可以原諒你 真的嗎?你真的肯原諒我? 不過你不用開心, 我有條件 好…你儘管說, 是什麼條件 無論什麼條件都好, 我會用你的意思去做 你聽完再說 好, 你想我怎麼樣? 陪我去歐洲 這樣嗎? 你會去嗎? 我不是只去三兩天這麼簡單 那當然了, 去歐洲, 沒可能只去三兩天 不過, 沒問題 我相信爸爸媽媽會很放心 讓我們跟旅行團去 誰說我們跟旅行團去? 我是去流浪, 不是去旅行 去的人也只有我和你兩個 是嗎? 這樣也可以 我會告訴爸爸媽媽 我們懂得照顧自己 我看也沒問題 其實我早就想去歐洲看看 現在可以陪你一起去 我會覺得更加好, 更加開心 對了, 孟宇, 我們預算暑假去是不是? 暑假去也好, 可以耍久一點 誰說暑假才去?我沒興趣等那麼久 那…不要緊, 可以聖誕節去的 甚麼?馬上? 怎麼可以這麼快?我們要上學 上學?上學有甚麼大不了? 不讀就算了 每天拿著疊書, 在學校裡出出入入 有甚麼意思? 這種生活, 太呆板了 讀了這麼多年, 還不夠嗎? 我就厭了, 我去外面的世界見識一下 你連書都不讀就去歐洲 你爸爸會讓你去嗎? 我去了, 他也不知道 他根本不會理我的事 就算他知道, 那又怎麼樣? 他不讓我去, 我也不理那麼多了 我決定要做個事, 沒有人可以阻止我 那…你想清楚, 去歐洲要用錢的 你不需要你爸爸… 不需要, 錢方面我自己可以應付 而且我們只是去流浪 不會有甚麼享受, 用多少錢呢? 呃… 怎麼樣? 怕嗎?怕捱不住嗎? 捱不住就不要勉強你自己了 我…我不是怕捱, 只不過我想有假期才去 假期才去? 假期我不去, 我要現在馬上去 那…你要去多久? 那倒不住了, 可能幾個月, 也可能一年半載 看看我的心情怎麼樣 學校方面, 未必被我們告這麼久的 萬一取消了我們的學位, 那怎麼辦? 任由他們取消, 我不在乎 我不想去這個學位 當初我很辛苦才考到的 那學位重要, 還是我重要? 你重要, 但學位一樣重要 我喜歡讀書, 我不想半途而廢 而且, 爸爸媽媽也不會容許我 連書也不讀, 就去旅行 那你不告訴他們就行了 你說我們偷偷地去? 這是我們兩個人之間的事 不需要讓別人知道 萬一, 他們是我的父母 怎麼可以不跟他們說一聲就走去? 他們忽然之間不見了我 他們會很擔心, 很難過 我不想這樣做 我早就知道你不想去的了 既然沒有心地跟我說 那你說那麼多話幹甚麼?多餘 不是啦, 我…我想跟你去 不必在這裡說一句話 行動才是最好的證明 如果你是愛我, 重視我的 你就應該放開一切跟我走 你這樣做法太自私了 我們怎麼可以完全不理其他人呢 甚麼?你罵我自私? 我…不是, 我… 你不用說了, 你走 萬一… 馬上跟我走 不要這樣 走啊 萬一… 金姐… 快出來 甚麼事?少爺 給我趕他走 不要 萬一… 不是, 趕他走, 你聽到嗎? 你不要這樣 我們慢慢商量 商量? 只要你不讓我拿匹離開香港 你想我怎麼做都可以 金姐, 你現在還呆了, 站在那兒幹甚麼 還不快趕他走 是不是我吩咐你做的事你不做 我…我不敢… 萬一 你不要這樣 抓住我幹甚麼? 抓住他 廖小姐 你沒事吧, 廖小姐 沒事 萬一…萬一… 你開門 萬一… 萬一 廖小姐 你還是先回去 你開門 少爺一發脾氣上來就是這樣 你在這裡拍門拍到天亮也沒用 你…不如先走 那怎麼辦 我想沒事的 等他生氣完再來找他 我… 我現在先送你出去, 來… 雙私了…有大新聞 為甚麼你沒有反應 是呀 是關於盲雨的 你不想聽嗎? 盲雨? 他怎麼樣?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盲雨和那個方晶晶在一起 是呀 你這麼關心他 緊張他 只會浪費氣了 他現在就在另一個女孩身邊 你知不知道 方晶晶經經常想追她 或者這麼巧他們碰到的 好呀 就算這麼巧被我們碰到 也不會一起走吧 你有沒有見過盲雨碰到我們 會跟我們一起走 他那些脾氣你不是不知道 他向來也不理你的女孩 是呀 他會不會轉移目標呢 雙私呀 你要小心點 你不去找他 你知道他今天放早 我下一節要上課 但現在先不用上課 說起上來又奇怪了 如果是平日 只要有五分鐘 你就趕著去見他才舒服 為甚麼今天你寧願坐著 也不去找他 你和盲雨 是否有甚麼不同 你別以為瞞到我們 其實你不說我們也看得出來 這幾天你明明很不開心 是不是盲雨又欺負你呢 星期日那晚我們喊了幾句 甚麼呀 你居然敢和盲雨吵架 真是大新聞 平日他說一就一,二就二 這就叫做物極必犯 上次其實你不是一生出來 就注定給盲雨 吵過那一次之後 你一直沒有找過他嗎 沒有呀 這次你做得最好、最對 如果你馬上向他低頭妥協 他就很得氣了 對呀,以後還更加不放你的眼內 告訴你,你千萬不要心軟 如果他不向你道歉 你不要找他 雙屍,你這次真的生氣成這樣 你真的不想再見到他嗎 誰是我生氣呢 其實是盲雨生氣我 這幾天我都不敢找他 是怕他還沒生氣 他一見到我又會生氣 我真的不想氣死他 你真的呀,你真是無藥可救 原來這幾天你不去找盲雨 就是怕氣死他 我還以為你終於發威 不過這樣也好 如果盲雨因為這次就變了心 那就證明他不夠定力 對雙屍的愛不夠心 那就讓他被方晶晶搶救了 要他來幹甚麼 雙屍根本就不值得為他傷心 其實呢,我就覺得 孟宇離開了傷屍 反而幸福就是真的 如果你們兩個人分手 我要好好為你慶祝了傷屍 其實我也勸過你很多次了 孟宇這個人真的不值得你那麼愛他 不如這樣,就趁著這次 真的離開他,好嗎 知道嗎?你叫我離開孟宇 當然,你要考慮一下 好,大大大大小 剛才一節 悲歡里俠志 傷屍了第三回 是由李安舅監製 吳葵榮永基 现在已经播放完了